当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自己养的狗来回偷袭 曾经的殖民地落入他人之手 自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种耻辱 窝囊 愤怒 恐怕只有二战时期的美国最有感触 日本这个什么都缺的弹丸小国 不管是从人口 资源 工业 经济 还是科技上来说 都是无法和美国相比的 但是 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初期 它却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全面占领东南亚各国 打得盟军一退再退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5月这段时间 日本发起的战役都离不开一个词 那就是偷袭 偷袭珍珠港 偷袭东南亚 偷袭珊瑚海 当然 珊瑚海行动被美国提前破解 所以导致这场战斗最终打成了正面交锋 兵不厌仗 这种打法对于战争本身来说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与其说日本喜欢搞偷袭 倒不如说日本只能选择偷袭 美国可以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败土地 苏联也可以在苏德战争初期溃步成军 但是他们只需要抓住一个契机 就可以扭转乾坤 夺取战争的主导权 但是日本这个资源穷国不行 他们一次也输不起 就像是一个本来就没有多少筹码的赌徒 拼进了所有家底 强行闯进了高端局 赌赢了甲午战争 赌赢了日俄战争 当他想一举梭哈和中国一封高下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那点筹码 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赢得所有 无奈之下 日本只能再开一桌新的赌局 和美国来一场国运对赌 前期依然很顺利 直到中途岛战役爆发 其实这个时候日本联合舰队 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200艘舰艇 8艘航空母舰 11艘战略舰 22艘巡洋舰 65艘驱逐舰 11艘潜艇 这是日本海军70年以来 第一次计划动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 反观美国只有3艘航母 76艘舰艇 可以说在兵力如此悬殊之下 日本想要输掉此战也是很难的 但是一个穷到骨子里的国家 哪怕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他还是缺少放手一搏的勇气 山本56依然希望 通过偷袭的手段 以最小的损失取得最大的战果 为此他精心设计了一场豪赌 并且坚信 自己还会像偷袭珍珠港那样 再次获得上帝的垂青 整个中途岛计划的核心 就在于山本能否吸引 美军太平洋舰队出战 然后以压倒性的优势将其消灭 山本56对这点非常自信 反观此时的尼米兹 虽然已经知道 日本进攻中途岛的全盘计划 但是他仍然高兴不起来 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 珊瑚海战役中 美国损失了列克星东号航母 约克成号现在还在船屋大修 他能调动的航母 只有大黄蜂号和企业号 面对清朝而出的日本军队 他还是感到压力巨大 为了尽可能的增加战斗力 尼米兹不惜违反多条规定 奇迹般的用三天的时间 修好了约克成号航母 并且将其投入战斗 万幸山本56计划中 负责主攻的部队 只有四艘航母 尼米兹只要干掉这支部队 就可以让整个联合舰队 四分五裂 时间来到1942年6月 美军舰队根据情报 提前埋伏在中途岛东南方向 只需要坐等 南云中一的主力部队出现 就可以实施反击 6月3号 日军非常准时的 向阿流声群岛发起阳攻 但是美军对此却视而不见 山本调虎离山的计划 直接流产 但是这并不影响日军 继续攻打中途岛 四路大军依然浩浩荡荡的 向前开进 6月3号晚上 跟随在南云中一 后面600海里的山本56 监听到了美军航母 就在中途岛附近的信号 但是山本并没有 把这个重要信息 传递给南云中一 因为一旦自己发送电报 那就无法保持无线电静默 这场偷袭就不正宗了 山本自信的认为 既然自己能监听到消息 那么南云也能听到 这就导致南云中一 至始至终都不知道 美军的航母就在中途岛附近 山本的骚操作 直接为这场战斗的惨败 埋下了伏笔 6月4号倾城 南云中一的航母舰队 抵达指定海域 108架飞机 陆续从4架航空母舰上起飞 奔赴中途岛 另外还派出7架侦察机 去寻找美军航母位置 防止其突然出现 南云中一还在幻想 这次行动会像偷袭珍珠港那样 顺利摧毁中途岛上的美军飞机 和停靠的战舰 但是当他们飞到中途岛上空的时候 才发现 这里连一艘船都没有 迎接他们的 只有50多架美军飞机 要命的是 这些战机还都是美军 已经快要淘汰的老旧飞机 虽然他们打不过临时战机 但是这波看似送人头的行为 成功把日本飞机的弹药消耗一空 于是日本飞行小队 立刻请求南云中一发起第二波攻击 此时 日本航母上只剩下103架飞机 他们本来是打算攻击前来支援的美国航母 所以这些飞机上安装的 都是鱼雷和对舰炸弹 要想成功炸毁中途岛上的飞机跑道 那就必须换上对地炸弹 于是南云中一立刻下令 让所有的飞机开始换弹 就在日军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一条噩耗传来 之前派出的侦察机发来信号 发现美国航母舰队 并且就离他们不到200海里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直接要了南云中一的老命 他赶紧下令 把刚刚换上飞机的对地导弹 再换回来 一连串的换弹命令 不仅耽误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还让航母的甲板 追的是乱七八糟 更要命的是 此时第一波飞出去的飞机已经返航 而航母跑道又被占用 美军随时都会发起进攻 现在摆在南云中一面前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舍弃掉返航的100多架飞机 继续换弹 要么停止换弹 清理甲板 回收飞机 这就意味着日本航母 将会在短时间内丧失所有战斗力 如果美军飞机此时发起进攻 那么南云中一这一支 由四艘重型航母组成的战斗群 将会彻底成为火把子 换句话说 就算南云放弃掉第一波起飞的战机 也就相当于自费一半武功 剩下的飞机能否成功消灭美军舰队 也将是个问题 况且南云中一认为 此时的美军还没有发现自己的位置 所以他选择了清空跑道 让第一波飞机降落 然而正是这个选择 让日本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美军早就知道了他们的位置 之所以没有发起进攻 就是等着他们第一波飞机返航 造成甲板拥堵 然后一击毙命 中途倒说白了 就是美军的一个诱饵 现在日本航母上 第一波飞机已经降落 第二波飞机被堵在航母后方 直接造成了航母交通瘫痪 猎杀时刻全面开始 美军指挥官斯普鲁恩斯 立刻下令突击 从约克成号和企业号航母 起飞的轰炸机 迅速到达了日本航空母舰上空 一颗颗炸弹如同雨点般落下 这些炸弹在爆炸的同时 又引爆了甲板上的其他炸弹 日本的航母很快就自己炸了起来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赤城号 加克号 航龙号 三艘航空母舰彻底报废 只剩下一艘飞龙号还在苦苦挣扎 飞龙号上的指挥官 山口多文发起了 他的一生中最绝望的反击 他命令所有飞机立刻起飞 去寻找美国航母 临死之前 他也要拉着美军航母陪葬 但是这也意味着 飞龙号彻底失去空中防御 完全暴露在美军飞机面前 飞龙号很快就被赶来的 美军轰炸机带走了 而最后起飞的日本战机 也找到了于克成号 并且成功将其摧毁 短短三个小时的基站 日本陪光了联合舰队 仅有的四艘重型航空母舰 还带上了300多架飞机 和3000多名小鬼子的狗命 而美国仅仅损失了一艘航母 150架飞机307人 带着残余部队返航 这场豪赌 他输掉了联合舰队大半家 从而身败名裂 对于一个赌徒来说 这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从此以后 日本只能由功转手 这对一个资源匮乏的导国 意味着什么 相信不用我多说